汉文帝胸怀大志 他想改变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 先要让这老百姓 过一点舒坦日子 打了几十年的仗 甚至从春秋战国开始来说 好几百年 战争就没有长时间间断过 他要休养生息 而一个 先朝的旧气 那些贵族们 全是过大 就连他们刘家的这帮哥们弟兄 这些亲王们 也都有危及中央的事态 自己一时 不能够完全改变 但是他从启用新人上 已经考虑到这一点 再为自己的后事 打一个良好的基础 做好人才 跟政治环境的准备 所以他重用贾仪 可偏偏这贾仪年轻气盛 病死了 让他去做自己最喜爱的儿子的老师 这不是留了一手吗 贾仪以为失宠了呢 以为自己的政治主见 皇帝再也不采纳了呢 偏偏又赶上 那位皇子骑马 衰死了 甲医一着急 没一年 这位财华横溢的青年 也让人叹息的死去 紧跟着 汉门帝让自己第二个儿子 怀仪王刘武 继任为良王 又半长沙了 谁做这皇子老师啊 派了一个新的太傅 叫朝错 这朝错 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才子 一提起朝错 谁都知道 那是影川名士 影川 就是现在河南省中南部一带 当时秦始皇统一天下 不是设立影川郡吗 朝错是那儿的知名人士 他喜爱文学跟法学 那会儿汉门帝征求经书 单单就缺了一部 叫上书啊 上书现在是著名的典籍 当时怎么找不着啊 秦始皇焚书坑儒 祸祸了一大堆材料 祸祸了好些知识分子 要找这上书找不着了 听人说 说在济南 有一位老学究叫福生啊 这福生 正在教齐鲁两地的儒生 教他们学上书呢 他那大概有 可是这福生已经九十开外了 要想把他请到长安来 哎呦 这玩意有点悬 怎么呢 七十不速八十不参呢 人过七十岁就别留在自己家住 那都选八十岁连饭都别一块吃 万一噎着呢 看完弟心想九十多岁 不敢随便请啊 这样吧 派朝措到济南去学习 朝措 英明而来 到福生这儿来 福生原来是秦朝的博士 九十高龄的老人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 偷偷留了一本书 就这尚书 他把这一大包袱 砌到墙里呢 不是要烧吗 他没舍得烧 仗着自己活的时间长 寻朝末年天下大乱 处汉相争 反正那房屋 要是不塌的话 这书就丢不了 这老头跑外边避难去了 一直到汉会第十期 废除秦法中那条 不准私藏师书 那么藏书就无罪了 这福生这老头 才回到家里边 把那墙给凿开了 把里边那一大卷子 猪皮子抱出来 好家伙 太潮了 已经发霉了 查了查 剩下二十九篇 大体还能看清 还有好些破碎不全了 福生凭着自己的记忆力 勉强补上 要不说背书 这有点功用啊 记忆力 是智力评估的 重要条件之一啊 福生这老头 看来身体不太衰老 记忆力很好 他基本上把这上书补齐了 这才把其儒两地的儒生 招之尽前 进行传教 那么朝错来了 要拜他为老师 可是麻烦了 朝错听不懂他说的话 你想 这福生在济南 朝错在影川 这话 方言的问题 有很大差异 仅仅是方言吗 九十多岁的老头的 牙齿掉的也差不离了 发音又不清楚 这朝错跟听外语一样 瞪俩大眼珠子 都听不明白 幸亏福生的女儿 给他做翻译 福生的女儿 叫西娥呀 他精通上书 一句句 替父传音 朝错总算 学明白了 朝错 学完了上书 留下副本 带回京城 也像贾仪一样 受到了汉文帝的重用 他主张 跟贾仪相似 对内要削弱 诸侯王的势力 对外 应该抵抗 匈奴的侵犯 匈奴 一直是西汉政权的威胁 当年汉高祖刘邦 不就曾经被人围困过吗 万般无奈 刘邦想了一个折 叫和亲呢 从此开始 大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作为亲家 总不能打仗了吧 可是这匈奴 他是游牧民族 时尔就把 这是亲属这事给忘了 每代帝王 都有和亲之举 汉文帝也不愿跟匈奴打 为什么 实力达不到 现在老百姓厌倦战争 休养生息为主 那就尽量和亲 何为贵吧 但是和平这问题可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这匈奴 他一会儿一个态度 一会儿一个改变 汉文帝很头疼 跟朝措商量 朝措研究了近几十年来 匈奴的动向 他上表彰 劝见汉文帝 说匈奴乃游牧部落 时尝到长城跟前来打猎 这是为了看看我们的边防状态 防守的兵丁要少了呢 他就打进长城来 抢掠一通 朝廷要是不发旧兵呢 那住在边界的老百姓可就糟了痒了 要是发兵去呢 人家匈奴不打 他是满载而逃 人家跑 所以我想来想去 还是应该把军队驻扎在边境上 但是费用又有些过大 不驻扎军队 匈奴又随来随抢 这样一年年下去 劳民伤财 边界老百姓种那点粮食 还不够他们抢的呢 皇上要想住一边疆 发兵去防守 当然是好事 但是遥远的地方 防守的边疆 那人数有限 每年又都得换访 军队往来又花去很多费用 所以不如下一个决心呢 就在边疆建筑一些城池 多盖房屋 招募内地的老百姓 搬到边疆去住 边疆上每一个城池 必须移民一千户以上 由咱们官家 发给他们牲口农具粮食 还有春秋四季的衣服 直到他们自给自足为止 如果他们抵抗匈奴 把匈奴夺去的牛羊财物夺回来 那这些东西就归还原来的主人 然后再由咱们按照一半的价钱 去赏赐那些夺回财物的英雄 这么一来 驻扎边疆的士兵就可以减少一部分 城里的移民平时耕种 来的时候也就成了抵抗匈奴的士兵 屯民也屯兵 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防止匈奴的侵略 汉文帝一看 这主意好啊 往边疆移民 半民半兵 这是好办法 采取朝措的计措 招募内地老百姓 搬往边疆 首先要大赦罪犯 让他们作为移民的一支主力 到那些边疆 去开辟荒地建立新城啊 朝措还建议 汉文帝要提高粮食的价格 压低商人的利益 当初汉高祖不是下过命令吗 汉高祖特别腻味商人 据说他在行阳被困 连连战败的时候 好些商人是低价买高价卖 把刘邦得罪了 所以刘邦掌权 就压制当时商人的利益 赶到吕后临朝的时候 他对商人的限制 就放宽了一些 除了商人和他们的子孙 不能做官这条美改 别的都不在意 而朝措的主张 是重农义商 为这事 他专门又给汉文帝写了奏折 说开明的君王 最看重是五谷 对那些金银玉器 珠宝钻石看得都很轻 现在农民整年勤劳 不得休息 就算没有天灾 也会因为粮价太低 没法过日子 有粮食的低价出卖 没粮食的 就不得不拿出加倍的利息 去找那些商人借贷 要这样一来 农民只好卖田 卖房子 卖妻儿 活得得多累呀 商人放债 囤积货物 那是大商人的作为 小商人呢 也没闲着 他们在市场上贩卖 见好就收 趁着人家有需要货物不足的时候 他们抬高物价 瞎被取利 他们是男的不种地 女的不仿之 可穿的是绣花衣服 吃的是大鱼大肉 没有农民的苦头啊 倒有千八百的利益 有了财富 就去结交王侯贵气 势力很大 商人就要这么兼并的农民 农民就要这么流离失所 所以现在要鼓励百姓耕种 鼓励他们生产 最好的办法 就是得提高粮价 重视粮食的办法 就是要拿粮食作为赏罚 比如说嘛 拿出粮食来的 可以得到爵位 可以免罪 富人要想得到爵位 就得向农民收买粮食 然后把粮食交给官家 这么着 富人有了身份名誉 农民也有了实惠 郡县也有了钱粮的积蓄 如果天下人都拿出粮食来 可以得到爵位 可以免去罪责的话 用不了三年 咱们粮食就够了 把这些粮食送到边疆 再加上边疆上聚藏的那些粮食 可以供五年之内吃用的 再打起仗来 咱们也就不怕了 这粮食就这么一年一年的囤积 经常保持这么大的存储量 打起仗来 还有什么忧虑啊 汉文帝采纳了朝挫的建议 往边疆移民 促进生产 收藏粮食 但是 这朝挫的建议也有负面影响 给后世卖官欲绝 开了一个头啊 拿粮食 拿金钱 可以换得爵位 使得很多赃官 位居高位 汉文帝是真疼老百姓啊 把那天租捡了又捡 有一年都全免了 自己也是节衣缩食 就为了修养生息 汉文帝继位那年 二十三岁 在他做皇帝 做到第二十三年的时候 重病不起了 公元前一百五十七年 汉文帝立下遗嘱 让人 闻之痛心 说什么呀 说万物有生就有死 死 乃是万古之理 用不着伤心 现在很多人 听到死就害怕 死了人 为了出殡 安葬 得花很多钱 浪费人力 财力物力 甚至有的人是倾家荡产 为了追悼死者 过分的伤心痛哭 弄坏了身子 这都不好 汉文帝自己不赞成 像我这样 他很谦虚啊 说自己是道德不高 才能浅薄的人 完全靠的是上天的恩赐 祖宗的红服 天下诸侯王的爱戴 我才做了这二十多年皇帝 四方还算太平 没有大的战争 我这样死已经够造化的了 所有的人都不要难过 因此 我嘱咐天下官吏和老百姓 戴孝 只准三天 甭长年累月的 在这期间 没有必要禁止结婚啊 祭祀啊 喝酒啊 吃肉啊 该干什么干什么 一切照旧 本族的人 也不必像以前那样 赤着脚 跺着地在那哭 戴孝的麻 不能太长了 有三寸 意思意思就够了 不要去发动老百姓到金殿上来嚎丧 那宫里的人也不用早上晚上非得哭那么几嗓子 有着精力都放在田间地头 那比在我灵前哭强多了 过去守孝 动辄三年 太长 现在拿一天当一个月 三十六天就可以满孝了 把我葬在长安东南的霸凌 用不着起大坟 那坟头不用堆得太高 除了夫人以外 所有后宫里的女人 一概送回自己的家中 全送回娘家去 别的事我也想不起来 就按这意思去办吧 好一个汉文帝呀 为什么历史上对文景之志 有这么高的评价呢 从他这份遗书里 我们就能看出 这个封建帝王 直到今天 还有令人感动的品行 可以引人深思 足为借鉴 汉文帝立了遗嘱 连话都少了 太子刘起哭着问 您要帮我们扔一下 我们怎么办呢 汉文帝温和地 看了看自己的儿子 指了指周亚夫 就周伯的儿子呀 有他在 你不必担心 周亚夫 就是西柳营里的那位将军 当年汉文帝视察西柳营的时候 周亚夫手下人都不让他进来 军令如山嘛 只有这样的军队 才能打败匈奴 才能巩固国家边疆的安定啊 所以 他让周亚夫 扶保自己的儿子刘起 46岁的汉文帝 在公元前157年 病逝了 继位的刘起 就是那位汉景帝 汉景帝继位之后 觉得他父亲减轻百姓租税 这是对的 但是要把这租税全免了 那我们花什么吃什么呀 继位的头一年 他就开始收原来田租的一半 也就是三十岁一 收百分之三点三三吧 汉文帝在世的时候 不是废除了好多肉刑吗 比如刺字 给脸上刺字啊 割鼻子 异形 还有那岳族 跺脚 这都去掉了 汉景帝进一步 把很多刑法减轻 这是修养生息 恩待百姓的重要一点啊 他发现 朝措 给他父亲的建议都是正确的 他重用朝措 升朝措为御史大夫啊 那么朝措 更是忠心耿耿了 他看到那些诸侯王的势力 越来越大 作威作福 现在已经不受朝廷约束了 小皇帝这么年轻 这将来要造反怎么办呢 朝措 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朝措削藩 把这些藩王的实力 要削弱呀 当年甲仪 给汉门帝的建议 是把一个封国 不断的细化 越分越小 那么朝措呢 现在建议汉景帝 直接你就夺权吧 别再客气了 为什么 现在已经势力太大了 举例子吧 您看现在的齐王 齐王有七十多个城池 吴王 吴王有五十多个城池 楚王也有四十多个城池 他们这势力这么大 不服从朝廷 这马上就会把汉朝天下 弄一个四分五裂呀 朝措拿那吴王刘碧 做了一个例子 他劝告汉景帝 吴王不来上朝 按理应该治罪呀 天帝 那汉门帝 曾经赐给他激诈 本来是希望他改过自新 他呢 反倒越来越傲慢了 不但私自开铜山筑钱 烧海水煮盐 而且还招收亡命徒 这不是造反 这干嘛呀 要是不及早消去他的部分土地 将来对付他可就难了 一提起吴王刘碧 汉景帝心里边 也怪提心吊胆的 当年自己还是太子的时候 刘碧的儿子 曾经到京城来 他跟刘碧的儿子 那算书白兄弟了 俩人一块玩 下棋的时候 都是娇争惯养 一个是皇太子 一个是王楚 吵着吵着 动起手来了 结果这刘起 抡着棋盘 啪 给那书白兄弟脑袋给开瓢了 好劲还不小 打得还真准 何着开瓢啊 简直就要了命了 给打死了 打这儿起 刘碧就算跟汉文帝 结了仇吧 为什么不来上朝啊 汉文帝为什么 给他刺小茶筋 给他刺拐杖 也知道他年纪大 老来丧子 怪痛苦的 比较宽容他 尽量别发生矛盾 现在汉景帝继位 刘碧更不服了 你当皇帝 当时我儿子 就被你打死了 所以就公开筑钱 公开筑盐 盐铁砖卖 钱 那得听中央的 合着各地都有自己的货币 那当年秦始皇统一杜梁恒 统一货币还有什么意义啊 啊 这明显的 是跟汉朝廷对着干呢 汉景帝 恨这刘碧 也打算消除他的势力 可是不敢动手 朝锁让他直接去减少他的封地 他也犹豫 外衣这么一消翻 他们直接造反了 怎么办呢 召集于身边的大臣 一块商量 大臣们有同意的 有反对的 同意的 有很多是看着朝廁现在正当红 这是皇帝的红人 谁也不敢反驳他 反对的是有人撑腰 谁反对啊 窦太后的侄子窦英 窦英坚决反对朝廁的主张 他劝汉景帝 可不能笑翻 一旦逼反了诸侯王 天下就再无太平了 人家窦英是皇亲国戚 窦英的姑母是窦太后 这窦太后是汉景帝亲妈 那么这窦英管窦太后叫姑妈 你说这关系多近呢 只有他敢跟这朝廁对着干 可是汉景帝打心底里 是支持朝廁的 他一边命令朝廁 暗中调查 这些宗室亲王 有什么不法行动 另外一方面 在想怎么样去消 吴王刘碧的实权呢 刘碧正想造反呢 一听说消帝消到我头上了 这可算有了借口了 公元前154年 也就是汉景帝三年 吴王刘碧 以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政治积累 作为血本啊 去联系 各个亲王 有焦西国 焦东国 济南滋川 楚赵 六国响应 这就是汉初著名的七国之乱 这一年 吴王刘碧 已经六十二岁了 七国之乱打出的旗号 是清军策呀 让人看来 好像这目标冲的朝错来的 谁让你给皇帝出馊主意呀 这可是七国联兵 浩浩荡荡 多国部队 把这汉景帝吓着了 这有点后悔 不应该消翻了 这时候 朝廷中反对朝错的势力 占了上风 好些人就说这朝错的坏话呀 他是以书生之鉴 坏我们朝廷大局呀 汉景帝 为了达到平息战乱的目的 默许了 致朝错之罪 好可怜这位御史大夫啊 徐里糊涂的 正在上朝的路上 被人骗到刑场 连审问的程序都没有 穿着官衣 就被腰斩了 炒错中心卫国 却成为汉景帝 平灭战乱的政治牺牲品 说来 真是千古 其冤